澳洲的特种部队在阿富汗战争当中 虐杀当地的平民 甚至两个14岁的少年 这个事件呢 澳洲大法官调查 确实已经有这样的事情 有士兵被开除 而且已经有士兵传出自杀 这都有 那后来因为赵立坚看了一个漫画 讽刺的漫画 引爆了中澳之间的战火 而且这战火就像澳洲今年初的森林大火一样 点起来很容易 要灭火不太容易 现在俄罗斯也加入这个外交的风波当中 现在显然是在停北京吗 澳洲的说法是 澳洲士兵滥杀无故的报告 像让澳大利亚在国际的舞台上面 信誉已经完全粉碎了 也需要重新评估澳洲政府 所谓保护世界秩序的承诺 我相信所有的国家发言 都会以自身的利益作为出发点 黄老师 那俄国发这个言 他维护的利益是什么 他维护力就是在东亚的利益 120年前也是庚子年 那个澳大利亚的战事馆里面 有一块砖 就是澳大利亚军队参与的所有的战争 有一块砖上面写的是中国 中国 我第一次去访问的时候 我说澳洲部队什么时候跟中国作战 结果他们说就是权匪 也就是义和团 义和团的时候 八国联居 所以120年前的东亚乱局 澳洲没有缺席 120年后的东亚乱局 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都重申了自己在亚洲地区 或者是做一些表象 比如说派船等等 俄罗斯不能缺席在东亚 你说那是俄罗斯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脉络 但是近期来讲的话 不过他角色相反 对角色相反 跟子赔款他是分最多的 对 但是近期的关系 跟日本和澳洲之间签的 那一个军事互惠准入的协定 RAA有没有关联系 当然有关系 因为美国摆明 尤其是拜登在竞选期间 就是要团结所有的传统盟邦 来共同对付中国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 本来不是铁哥们 但是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 那么如果以现在 不管是川普总统的 印太战略的部署 四国的这个安全对话 那么再加上欧盟 欧盟现在有一些国家都要重申 他们在亚洲也是有利益的情况 来看的话 俄罗斯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 完全都没有声音 基本上不符合 他国徽所列出来 那两头老鹰的那个基本原则 可别这样讲 大家都知道拜登上来之后要找盟友 然后去围堵 包括了中国大陆跟俄国的一个势力的扩张 所以也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让中俄即便在之前边际上面有些任何的摩擦 但是接下来成为超级麻吉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 已经成型了 我觉得俄罗斯想要告诉主要的国家 尤其是美国 就是说在整个亚太地区 我俄罗斯是有重大利益的那种欲望 高过俄罗斯去想说 我要怎么样跟中国大陆结盟 一起来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的单方片面的来做 而不是跟中国大陆统一行动的来做 不是事前打好商量 俄罗斯非常单纯的就是说 我不在这里缺席 OK 好 明白了 这个我补充一下 俄罗斯也没那么单纯 因为他也预期拜登上来 他的处境会变坏 北约 不 因为拜登就是要跟欧洲结盟 布林肯也是欧洲专家 所以对我们就讲那个 北溪二号的天然气管就别想了 然后还包括他对乌克兰的介入 那他北约对波兰的支持 那肯定都是加大 因为拜登就是不喜欢俄罗斯嘛 所以如果说他在欧洲是碰壁 那他在其他地方找筹码 以便未来做交易 那亚洲当然就是最好的筹码 所以现在在白宫换人这段时间 各国的一些不管选边或表态 是陆续有些出现了 台湾没闲着 台湾的外交部的推特上面 po出一张澳洲红酒的照片 然后就说我们跟澳洲是站在一起 我想请教一下郭元吉 刘吉坤也买了200瓶 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氛围 就好比说澳洲这个事件 那个法国也立刻站队 表示支持澳洲 就基本上这个就是话语权之争 我说实在 话语权之争 话语权就是说 没有错这个事的背后的实质就是 你澳大利亚在澳湾做错事嘛 这个就是中国现在在强调的部分 那澳洲显然就去避免这一块嘛 他就去强调别的啦 什么自由人权啊 可是他双标嘛 那可是现在就是澳洲这一块 欧洲先站队嘛 美国也站队嘛 那现在就亚洲也有一些国家在站队 你讲到这个 大家还记得法国 你刚讲法国跟澳洲坦在一块 对 大家知道法国的查理周刊 当时的一个讽刺的漫画 对 全世界就登了 我们跟法国站在一块 对 按照这个逻辑观念的话 我们应该是要跟阿富汗站在一块 不是吗 果然 如果蔡政府讲究的是人权 你讲这个叫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 是不是要学术研究 这不是也是政治吗 不政治就是 没有错 我同意你的讲法 就是澳洲这件事情 阿富汗他去虐杀 虐杀那个也是事实 对 也是事实 那政治 两个事实都要凸显的时候 那你如果是在斗争中 你会选边嘛 就是这样 嗯 你不是在做 你不是在做 不过你看完全坦觉出来 法国也就是双标啊 对 当然是如此 他的查理周刊 他的一个标准 不你去看那个西方媒体的报导 都在报导澳洲 基本上都在强调自由民主这一块 嗯 那去强调他在阿富汗干了哪些事 是 可能是俄罗斯媒体啊 中文媒体啊 不过这件事情上台湾 台湾就抢着买红酒 对 就是站边 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是有帮助的吗 在美国的印太或者是你觉得 对于台湾自身的利益呢 对于台湾自身的利益呢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改变 没差 不是因为我不是很会喝酒 可是我朋友跟我讲 他说台湾的红酒市场 法国就占了一半了 对了 其他大家都在争老二 没有什么差别了 美国啦 加拿大 南非啦 什么智利啊 都在争 他说澳洲也在争 那这个正来正去就是那么小 我这个只有政治意义 对 只有政治意义 我不是在讨论红酒市场 对啦 不是啦 但是这样的一个表态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吗 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帮助 也没有特别的坏处 而且你应该要讲起来 我这个叫政治战队 而且台湾讲起来 还是应该对这种滥杀的事情 还是应该稍微做一点表态吧 对啊 我不是人权吗 对嘛 就是人权的议题啊 你看当年美军 滥杀越南的无辜百姓的时候 那个照片出来 或者美军在阿富汗也好 或在伊拉克 那种任何破坏人权 都被那么严格的谴责 今天刚好是澳洲 通常大家澳洲觉得 澳洲不会得罪什么人 跟加拿大一样 不是像美国人那么讨厌 所以没人谴责吗 我觉得也该谴责啊 如果你要有同一套标准 对 同一套标准 我们来看现在大陆 对于澳洲的关税战的品项 加总的金额是200亿 那我刚刚为什么说 这Morrison虽然说 态度做了一些转变 也变得缓和了 要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对话 但是火点起来之后 要收拾不容易 因为在澳洲 我讲的特别强调 在澳洲 朝野共同仇中 变成是一个难得的共识 那所有政治人物 都要选择政治正确 所以澳洲的国会 很快速的立法通过 赋予联邦政府 就是当地各州 各州的政府 你可以去否决 你们各州地方议会 学术机构 或者是对外政府 所签的任何的协议 协约议定 所当其冲的是北京 应该是说四川 跟维多利亚州 在18年19年 所签署的 一带一路相关的协议 那我想请到过元 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中央 澳洲的中央把这个 要不要否决 给地方 这个就好像台湾中央 跟这个大陆 就海鞋海鞋不通嘛 那我就让县市政府 有这些 这个各县市的权力 去处理 政治问题 社会问题等等 那这个 我觉得莫里森 大概也是有类似想法 就是他知道 他目前的这个中央政府 跟中国要有妥协不容易 而且政治氛围也不容易 那就让地方政府 自己去处理吧 比如说姐妹室的 或者是有一些农业出口的 那你还是照顾你的老百姓 比如说维多利亚 就很明显是农产出口 那中国愿不愿意 让维多利亚有这个机会 来化解一下 不要扯政治 只处理经济这样 所以澳洲的中央 或联邦中心 还是可以维持 他不愿意 维持他的硬度 但是把这压力 释放到各地方 让他有选择的权利 那各地的话 各地的州长可以说 我为了我自己当地 我们县市 我们州里面的农民的生计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调整 这就说得过去了 所以郭委员是不好意思用莱猪来形容 其实莱猪就是这个情况 对不对 我们中央要没办法得罪美国 所以就让地方政府 各自设立标准 各自设立 然后各自不要 然后用这种方式 所以有的时候 虽然我们不是联邦制 像美国跟澳洲这种大国 都是联邦制 联邦制的好处 就是在这种事情上面 有弹性 就是说国家 中央政府有一套政策 但是地方政府 因为我们还是要去尊重 其实说老实话 地方政府的外交 其实是应该是 有中央政府管的 应该是没有这个权利 可是当你碰到经济的议题 这么重要的时候 你也只好睁一只眼闭 这就变成中央维持政治 地方维持经济 不过这也要看中国政府 愿不愿意让四川政府做决定 那这个我想要请教一下 老师帮我们做个解读 都还要选 BBC说北京就是杀一禁板 他挑澳洲 有当然产业结构上面的优势 所以挑澳洲 那我想问你 他杀一禁板要告诫 美国的盟友 你的外交跟着美国走 我们要报复 不是嘴巴说 会有实际的 另外也告诫美国的本身 其实我们北京 就是不会弱 这是从北京角度来看 那你观察 如果要杀一禁板的话 在国际间有没有效果 我觉得当然会有 还是西方报道之下 大陆阿爸的形象更加强烈 这两个的 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经济的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吗 我们就记得 这个有一阵子前十年左右 那个时候原物料比较值钱的时候 澳洲的澳币是有一度比美国 对不对 有过 然后澳洲 我最记得就是我去澳洲的时候 他们西澳就有一个减税的方案 为什么会减税 他说叫China Tax Card 因为中国买了我们好多的铁砂 所以我们一下子赚了好多钱 所以老百姓不需要缴那么多税 你就想想看 从大陆角色来讲 我买了你多少的原物料 我买了你多少的农产品 你的经济几乎这有一长段时间 是靠大陆撑起来的 现在你现在跟大陆在那边叫板 大陆当然要去惩罚你一下 对不对 但是现在好像大家都忘记了 大陆你当年你自己的毒奶粉的时候 你不是靠澳洲纽西兰的这些奶粉吗 可是当时我是认为说 大陆现在就是用这种原物料 来它的购买力 有一点点类似美国惩罚我们台湾一样 就是我的购买力那么强 如果你不站队站好的话 你就会被惩罚了